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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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上的一群土匪倒上门来,在头的正是远近闻名的大土匪汤玉林,他的马有了病了,而张作霖三下五除二,就知道了马的真正病根所在,原来马并没有得病,而且被人在鼻子里塞入了胡辣椒了,所以马才不行的,汤玉林很高兴,要给他钱,但是张作霖不要, 这使他对张作霖印象很好,这是一个伏笔,到后来张作霖跟他们常来常往,最后终于也上了岛,成为了一方土匪,如果没有那天的医马,张作霖也不会接触这些陆林人士,也就不会当土匪,如果不当土匪也就不会后来一点一点的混, 到了影响民国深夜德东北昂的位置上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。